大家好,我們專題為一款年長者的飲水輔具 名稱為重力Guarity 常見到年長者在飲水時會有打翻杯子或者是嗆到的情況 導致生活上諸多的普遍 而要解決問題就要先了解問題的發生點 所以以下,我們針對年長者普遍的飲水會遇到的問題 規案的以下四大項 第一,在飲水時頭部呈現上癢狀態 導致液體流過咽喉速度加快而嗆到 第二,肺活量不足無法使用吸管 又或因無法有效控制吸吐器而讓使用吸管時嗆到的機率大幅增加 第三,因手部關節炎的影響 手腕和拇指在飲用時會感到不治體疼痛感 第四,年長者容易因關節的疼痛造成手部顫抖或無力 導致內容物傾倒 而目前市面上只有兩款輔具 單向吸管及筆取型杯 雖然能幫助部分問題 但都還是有無法解決的地方 所以Gravity針對以上問題及現金輔具無法解決之處做了以下的改正設計 首先,使用Gravity時頸部不需要動作 手部方面則用手臂和肩膀去幫助手腕及拇指處理 而透過重力的運用 讓使用者不用機器來使用吸管 也不用在意肺活量 最後,當平均裝上Gravity之後 就算不小心讓平均清倒 也不會有內容物撒出 在學習建築的過程中 時常會提到人力工程 但我們也發現現在建築有許多的建築空間 都有能讓年長者更舒適及便利的設計 但我們希望幫助年長者不僅止於空間上的變化 而是能夠確切地從11柱形上給予輔助 因此才衍生了發明這款營水輔具的想法